好我们持续要对大家来关注的是 新北市私幼疑似的未要案件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11号的晚上 是在跟受害学童的家长们来见面 可是现在却被爆出说 有指派后用校长来为人强 并且来负担个案的辅导等等的职务 好这是新北市业员林秉佑 她在脸书指出啊 说这些后用校长 都是新北市国中小学教育界的精英 然而现在呢却出来要来帮忙维持秩序 难道是因为前途都掌握在市长局长的手中吗 上午新北市府也召开了记者会 教育局长呢也特别澄清 她说这只是借用专业对家长还有学童来进行辅导 一个剑步挡下蓝车的抗议民众 让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坐车顺利离开的人 传出不是随护不是保镖而是后用校长吗 新北市府十一号晚间针对疑似未要案跟家长一对一的座谈 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沟通 不过呢有新北市民进党议员林秉佑 脸书秀出了一张群组对话截图 新北市府发出讯息给群组所有成员 请大家六月十一号下午五点到举光国小会议室集合 指派的工作像是人强八人 要在市长周围男女各四人 请个案辅导员尽量能跟出席的家长见面沟通等等 林秉佑爆料工作人员 竟然都是新北市国中小的后用校长 为何成为保护侯友宜的牺牲品 基本上我们的后用校长都是在教育跟辅导相关都非常的有经验 那目前这些后用校长都戒掉在我们教育局 所以是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借用他们的专长 他们现在就是一对一服务家长的窗口 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澄清 出动后用校长是借重辅导专长协助跟家长沟通 而新北市上午针对疑似胃药案举行第四场的记者会 市长侯友宜首度亲上火线 强调新北市府从没拖延从未吃案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接到报案以后 立即启动跟检方合作 由检方在五月十五号就立即展开侦查 至于药物来源从哪来 检调还在侦办中 幼童测出的本芭比托是芭比托类的其中之一 是古老流传百年的抗癫痫药物 在肠胃药止咳药当中会使用 但是不是爆发这起风波的原因呢 还不能断定 衣服会今天也会公布 另外12位受检者的尿液检查结果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